早年北水需业捧香港物业,但疫情爆发后,资金流在内地,转投大湾区楼市,有业界人士表示,近月内地客对区内物业的查询及成交数字已明显上升。 当中更以投资为主,并以中山及珠海住宅最受追捧。中原地产大湾区项目策划及销售总监罗汉文表示,自从疫情爆发后,内地客因封关未能来港,加上香港楼价以涨至高位,买楼成本十分高昂。 对于他们而言,调配资金来港亦有一定难度,除非有刚性的自用需求,否则内地客买香港住宅意欲以大减。 他指出,尤其是中山、珠海及深圳等地区,近年居民开始富裕起来,并将资金集中投放于楼市,与港人买大湾区物业目的不同。 内地客入市多作投资或收租资用,所以往往会选择租务需求较大,发展较完善的地区买楼。 事实上,大湾区发展早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,有国策祝福,表现有望跑赢全国,在独特的优势下,市该区市道受近期个别内房债务事件的影响有限。 在各大湾区的各境内城市当中,中山及珠海位置教伦近香港及澳门,当地近年又有多项新基建落城,连接各个特区,因而特别受内地资金追捧。 罗士清,现时中山住宅平均赤价,最低只由约1000元,人民币下同,起。 两房平均售价约80万至90万元,而珠海住宅赤价亦低至约2000元,平均楼价约100万元,都是推动内地客入市的原因。 美联中国珠海澳门香港大湾区总部董事总经理林世昌预计, 中港两地通关将提高港人于湾区境内置业的意欲,用作第二居所,度假屋或投资,并带动楼盘成交量, 料一手成交量将上升三成,他指,珠海及中山基建,交通及配套军教为完善, 加上当地不小外来入户者为较高学力及技术之人士,为当地楼市带来支持, 为相信两地住宅售价将平稳发展,与港楼相比, 现时大湾区境内多个城市楼价相对低水,部分地区买楼的入场费紧约数十万元, 入市成本更低,由于楼价基数相对低,日后楼价升值潜力有望高于港楼, 所以吸引内地资金纷纷转态,部分更透过香港代理查询大湾区楼盘, 以至近月内地客问盘情况增多。